大赢家 究竟差在了哪里 故事要从韩国知名城乡结合部马家屯说起 都说民风淳朴马家屯和警察局的崔局长上任第一天就发现了本地治安极度混乱 一年内竟发生过上千起的银行抢劫案 在无能方面韩国警察从未令人失望 局里的二把手更是身体力行 调查靠想象出事怪风水 汇报工作也就三个字 没出人命问题不大习惯就好 阿斯密达 听到这话崔局长差点气哭了 老子来这里是为了升职加薪的 要是不做出点成绩 咱这面子往哪儿割呀 于是为了树立微信 挽回形象 崔局长灵机一动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称要搞一次银行抢劫 模拟演习 没有剧本 没有彩排 所有角色按抓纠分配 全程进行现场直播 话虽如此 可对于这场演习里的关键人物劫匪 崔局长其实早已内定人选 他将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派给了局里出名的老师人 此人因为调查贪污案 得罪了市长 被调到了交通科当巡警 又因为工作认真严谨到 近乎于死板 曾经一天内贴上千条罚单 被同事们称之为千条哥 大家都知道千条哥是个死心眼 可谁又能想到 远离了权力中心 还是没能阻止他得罪上司 崔局长上任当天 就因为不熟悉道 拐错了路口 被千条哥抓了个现行 兵公执法的千条哥 在得知对方身份后 也毫不留情 用热乎的罚单 热情的欢迎 局长的到来 所以怀恨在心的崔局长 才决定让千条哥扮演劫匪 还煞有其事的说道 这件事关乎警局的威严 别把他当玩笑 要认真干 就像那时候你给我开罚单一样哟 局里的其他人都觉得 这演戏啊 就是走个过场 可千条哥却不敢儿戏 他购置了抢劫的工具 学习视频资料 白天练习躲避 晚上强身健体 甚至提前踩点 伪装打扮 努力的想要进入 劫匪的角色状态 到了演习那天 千条哥脚踏马虚 手持长枪 威风凛凛的 踏进了银行大门 可当他掏出 事先准备好的恐吓信 银行贵员完全不配合 直接按下了警报器 扮演寻警的嫖阿伟 更是上千搭讪 诶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呀 闻听此言 千条哥二话不说 抠动扳机 如此天然不色作的操作 让在场的围观群众 瞬间陷入了懵逼 刚刚这是做什么 千条哥一本正经的解释道 我开枪了 阿伟死了 刚出场就领盒饭 朴阿伟也怒了 哪有一上来就死的道理 你凭什么开枪啊 凭什么 你的枪早就暴露了 所有人不许动 快把钱装进去 权情投入的千条哥 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 众人不情愿的配合演出 接到报警后 警局也按照计划 清朝出动 将银行围了个水泄不通 千条哥不为所动 继续着自己的节奏 被他绑架的人质 胸口挂着牌子 一一注明此时的状态 而殉职的阿伟 也不能离开 得躺在原地保持死亡 与此同时 崔局长派出一队人马 打算正面出击 可防盗门被锁 监控摄像头也被关闭 根本看不见屋里的情况 他一头雾水的打电话 质问千条哥 可得到的 却是这样的回答 劫匪都会这么做的 还有 我不会再接任何电话了 听到这儿 崔局长终于意识到 死脑筋的千条哥 没按套路出牌 为了减少时间的紧迫感 千条哥 抹上了所有人的手机和手表 这样一来 银行职员花姐坐不住了 哎 逢场作戏而已 有必要这么认真的吗 我要回家吃饭了 呀和 对付如此不配合的人质 千条哥果断上前 用第二套广播体操 杀机尽喉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花姐胸前 已经多了三个羞耻的大字 昏迷 千条哥的这波操作 着实令人惊叹 就连前来办业务的六爷 都拉着孙子小明 兴致勃勃的 在一旁 吃瓜看戏 不肯离开 另一边 警方的营救行动 陷入了僵局 警察看不到内部的状况 不敢贸然行动 而文讯赶来的媒体 也是越聚越多 搞得崔局长 是越发恼火 就在这时有人想到 我们不是安排了内鬼金姐吗 她是中国古拳法派的 狄传女弟子呀 混在银行内部 假扮市民的金姐 收到命令后 她撩起裙子 便要跟千条哥 切磋一番 不过千条哥 好歹拿过 马甲腿拳王赛的冠军 又怎么会 轻易认输呢 要问古拳法和拳击 哪个更厉害 当然是 拿枪的厉害 不出所料 随着千条哥 抠动扳机 金姐也光荣殉职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 两名人至死亡 再这么下去 警方颜面不保 崔局长 苦思冥想 终于决定 派遣特警队 从后方突击 谁知道 千条哥早就料到 崔局长会玩这招 干脆来了个 瘟中捉鳖 只见他锁上大缸门 关闭排气阀 将强攻的特警队员 全部都困在金库里 要说这帮人 也是倒霉 别人都是假死 他们是真的窒息啊 差点就要奔赴黄泉了 崔局长还没跟媒体 吹完牛逼 就被手下啪啪打脸 行动失败 特警队全体阵亡 事情越闹越大 媒体正向报道 如果这一切不是演习 而是真实情况 这将是单人抢劫案的 最糟案例 但事实证明 没有最糟 只有更糟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银行内的人质是饥饿难耐 气急败坏的花姐 再次破口大骂 千条哥 你玩够了没有啊 到底要把我们 关到什么时候啊 拿个鸡毛当零件 玩个过家家 还他们上个瘾了是吧 来啊 是男人 你就过来啊 面对如此清新脱俗的要求 千条哥哪能放过呢 他扯开衣服 顺势做起了 伏地挺身 三秒过后 花姐胸口的牌子上 就多出了三个字 公衰女干 此外 银行外的崔局长 也感到生无可恋 本以为走个过场 就能够扬名立万 没想到 碰上 倔脾气的千条哥 这么个玩意儿 双方僵持不下的消息 很快已经上了 热搜榜一 与此同时 屋里的氛围 倒是热闹非凡 打牌 抽奖 活动身体 连赢十把的孕妇 投回体验到 数前数到 手抽筋的感觉 激动的 险些就 就地分娩 燕西被迫散停 孕妇被送往医院 事态超出了预期 崔局长是嘴上笑嘻嘻 心里麻买皮 千条哥 做得好 拿出你的看家本事 尽力做到最后一刻 知道吗 文听此言 千条哥回敬道 真正的绑匪 是不会放走孕妇的 除非交换人质 所以我需要 有人来代替他们 就是你了 摄像大哥 千条哥这一波操作 可谓是相当机智 眼看摄像机 进了门 原本机器歪歪的人质 立刻就正惊畏锁 除了小明和六爷 所有人都接受采访 银行行长 更是借此机会 大肆宣传 误误我们银行 自从入住马家屯以来 深受劫匪们的喜爱 连续三年 抢劫率 全国第一呢 为抢金额 连起来 可以让地球两圈 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 说明我们银行 实力雄厚 服务到位 所以呢 请广大市民朋友 继续支持我们呀 也欢迎劫匪们 前来指导工作呀 花音刚落 玻璃窗上 突然出现了 两坨番茄酱 谁也没想到 警方竟然误把人质 当成了劫匪 把银行行长 击毙了 行吧 硬的不行 来软的 翠局长当即下令 把前条哥的老母请过来 小只一请 懂之一礼 我就不信 他还不听他妈的话了 可惜 临时被拉了演习 眉姨根本没入戏 面无表情地 念了两句台词 便自顾自说道 宰宰哟 早点下班回家 隔壁王大婶家的二侄女 还等着跟你相亲呢 毫无疑问 母亲不走心的劝降 也没能打动劫匪 对峙进入了死局 千条哥提出了最后的条件 一小时后 准备一辆公交 给我在码头 停搜船 所有的警察 都必须站在对面的楼顶上 我会坐船往北走 靠近领海 就会放走人质 到时候 就算演习结束 如果这些条件 没有实现的话 每隔十分钟 我就处决一名人质 千条哥 将穷凶极恶的歹徒形象 演到了极致 已让这期演习 轰动了全国 就连马下屯的屯长 也来看好戏 这个家伙 不好对付 我当年贪污案 差点就被他搞下台 还好 他上里没证据 我今天倒看看 崔局长 如何解决这头倔驴 市长大人说的没错 按照千条哥较真儿的秉性 在警方拖延超时后 他立刻开枪 处决了摄像大哥 并且撒碎了玻璃威胁道 要是车还不来 就再死一个 无计可施的崔局长 只能下令车队 安排狙击手高地埋伏 想在人质上车的时候 击毙歹徒 可千条哥又早就想到了应对之策 因为摄像机没有拍到小明和六爷 警察一直以为屋里只有11个人 要是这个时候 来个头梁换柱的吊包计 那真的是人不知 鬼不觉 收成黑散的人质们 鱼贯而出 在庞陀大雨里 跳起了舞 那整齐的队形和嚣张的步伐 仿佛在无声的嘲笑着 无能的催局长 人质开着警方搞来的邻车 驶向码头 数十辆警车 紧随其后 那声势浩大的场面 绝对是史上最气派的 一条龙服务送葬队伍 可出人意料的是 千条哥并没有在这辆车上 他带着银行职员小美 藏身金库 堵固了警方的搜查 等崔局长发现真相 千条哥已经成功撤出银行 不幸的是 全程出口被封锁 无路可去的男人 被警方围堵在码头 演习即将落幕 走心的劫匪扮演者 发表最后的感言 我在您的嘱咐下 抢劫银行 可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 并非我的本意 八人死亡 一人受辱 现在还和你僵持 我有枪 在这样的情形下 根本没得选择 我没有希望 但就是死 也不吃你们警察的枪子 说吧 男人干脆利落地 抬手开枪 小美被杀 劫匪自杀 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结束了这场荒唐的闹剧 故事到这儿 还没有结束 因为这次演习 千条哥在银行的金库里 阴差阳错的 发现了屯长受贿的证据 两年前的贪污案 真相大白 他也得以官赴原职 当千条哥以警察的身份 再次踏入那间银行 所有人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时 三个蒙面大汉 持枪闯入 那么问题来了 这回究竟是演习 还是现实呢 看完黑色幽默的帅性而活 霞树更感兴趣的是 同样作为翻拍作品 他和国产版的大赢家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首先 从人设的打磨来说 帅性而活 铺垫的笔墨更多 从贪污案 降职到开罚单被骂 千条哥的认真 在每一处细节上 都得到了印证 开头的铺垫 和首尾的呼应 也让整部影片 逻辑自洽 剧情饱满 而大赢家 选择让银行职员 大鹏扮演劫匪 被家人冷落 被同事排挤的他 通过偶然的演习机会 获得了关注 最后 爱情事业 双丰收 这样的结局 相比韩版 更倾向于 皆大欢喜 而大鹏和柳妍之间的感情 也来得太过突然 没能给柳妍 更多施展演技的空间 其次 从讽刺对象上来说 率性而活 目的很明确 他就是要借喜剧的外壳 批评韩国政府 主流于表面的官僚作风 这也是韩国电影的常规操作了 而大赢家另劈蹊径 将矛头指向了当今社会 中国人的处事态度 中国人常说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 可真行动起来 又变成了另一句口头禅 算了吧 得了吧 意思意思就行了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大赢家打脸了更多的人 唯一遗憾的是 因为角色身份的不同 韩版的男主正在勇 从穿着打板到言行举止 将劫匪的形象演绎得十分逼真 甚至有些反差萌 而大赢家中的大鹏 只能拿着水枪表演 没能让电影的质感提升 大家说这像不像是一出精致的喜剧小品呢 最后 狭叔给大家留意到思考题 认真到不懂得变通的性格 在当今的社会中 真的能在圆滑的世界里 有生存的空间吗 请各位小宝贝认真思考 再认真点赞评论 哦 还有关注 我们下一期的视频 会更加认真 更加精彩哟 请不吝点赞评论